吃喝玩乐 品味人生第78集 今天是星期天 老爸约了阿伯一个 载着天气晴朗的一大早 便前往这个距离吉隆坡 大约一小时左右车程的小雨村 哗啦雪兰儿 去寻找他们的道地美食 而今天他们要吃的是 一碗老阿嬷煮的大大碗拉萨 这间阿嬷拉萨 坐落的所在位置是大河旁 木屋区和海鲜楼之间 只有仕途老马或者地道的居民 才会来品尝 这碗有别于大城市的拉萨 首先到达瓜拉雪兰儿鱼村 当寻找到 群华海鲜楼 然后向右转 再拐了几个小弯 再拐了几个小弯 一直前行整公里之后 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位就是老亚妈了 拉萨店就在他家后面 你看环境是多么的不一样 吃面之余还可以欣赏河口 拿来北往的渔船和风景 那是多么的协议啊 这么快就来到了 阿玛打你 这小弯的协议啊 这小弯的协议啊 介绍一下这种 还有这种是什么来的 这种 阿玛这 这种是阿玛阿玛沙 阿玛阿玛 这个是阿玛 你见到 阿玛 吃就吃过啦 不知道在哪里 这种协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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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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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